另外就是在俄乌战场上面 我觉得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在俄乌战场上面 过去打了两年四个月 都是俄罗斯主攻乌克兰手 过去讲的所谓的绞肉机 都是俄罗斯用绞肉机去伤害乌克兰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居然主客异位了 当美国现在开了绿灯 美国说现在美国的武器跟北约的武器 你可以打到俄罗斯境内的时候 你就发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SAM300 SAM400被打掉 打掉了以后眼睛瞎了以后 无人机就长驱直入 他的ATSAM也是长驱直入之后 就发现他们现在很多的炼油厂 很多的兵工厂都被炸掉 炸掉更可怕的是 这两天又有数百架的无人机 进到入人之际 进到俄罗斯去打哪里 去打他们的军机场 现在变成 现在变成俄罗斯在守 现在乌克兰在攻 那你就只有这样吗 还没有在沃夫昌斯克这个地方 被形容是绞肉机 绞肉机是什么 绞肉机是乌克兰开始进攻 绞谁的肉 叫俄罗斯的肉 没错 如同宝杰说的 从这个俄罗斯主攻 乌克兰防守 现在有点异味过来 为什么异味过来 美国开始开绿灯 然后给他越来越多武器之后 你就可以打俄罗斯的anywhere 好 那就打了嘛 所以你知道 所以近一段时间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打很多的无人机 甚至乌克兰前几天 还动用100多架无人机 去攻击这个俄罗斯 一次100多架 对 很多个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他去炸他的烈油厂炸他这个所谓的 这个是某些的基地 都是塞5架 这次一口气 动用了上百架 对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 这个画面在这个坦波夫这个地方 他是大型的油库炸掉了一个状况 甚至在很多这个机场里面 也出现这个爆炸的状况 那甚至包括说在亚述 这个地方呢 其实还蛮靠近这个前线的 也是都被炸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是 俄罗斯境内的钢铁厂 或者说他们的工厂 烈油厂 一个一个被断掉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等于是很多 你看这个破口就是无人机 撞进去的这个破口 你看这么大的破口 直接撞进去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真的已经被搞到 他们无法忍受 所以俄罗斯前几天 他们还出动 你看这是俄罗斯军方说 我们也有 我们出动非常多的这个飞机 还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无人机还有飞弹过去 但是宝杰 你看我们就说 目前为止 乌克兰的无人机 都能够达到他的目标 但是俄罗斯的无人机过去 大部分被拦截下来 27架无人机 27架都被拦了 对 现在我可能拦不住你 但是我都把无人机拦下来 所以等于是说 现在如果再打下去的话 搞不好真的 F-16又来了 或是更多武器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战局来说的话 对乌克兰会略略却占上风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想说 现在美国跟乌克兰 等于是北约联军 他们是有步骤有计划的 一开始我开放的时候 是吧 先炸你的SAM300 SAM400 把你的防空炸掉 防空炸掉就代表演技下来 演技下来 你根本不知道我怎么进来 所以刚刚讲的 我的无人机 才可以入入人之地 一开始我炸你的油库 炸你这个所谓的除油槽 炸你的设施 可是后面恐怖的是什么 后面今天开始的 这个已经炸到你的设施 炸你的局上 还有更夸张的是什么 你的坦克啦 你的单兵啦 你的所有的侦察机的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基地啦 我都是一个一个锁定了 对 没错 你看 这个画面 其实都是无人机来攻击的这个画面 他们有 譬如说 自杀无人机啦 或是比较中远程的无人机啊 用这样来攻击你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就讲 实际上这些无人机的攻击来说 已经形成对俄罗斯相当大的压力 那其实俄罗斯最大的压力在什么地方 在沃夫昌斯克 好 其实我们说嘛 最近一段时间 沃夫昌斯克不是变成是 俄罗斯跟乌克兰 两个基站的这个重点吗 有没有 我们仔细来看喔 现在沃夫昌斯克 它已经基本上不叫这个城市了 你看 满地都是什么 建筑的残海 满地都是这个样子 炸烂了 对 炸烂 然后你进去里面来说话 你都看到说 枪支的残骸啦 或者说坦克的残骸啦 甚至有非常多的这个尸体 都在那个地方 那谁炸的 那是谁炸 那主要就是乌克兰炸泥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事实际上前一阵子来说 他们打到前线 保险你知道他们前线打到什么样吗 俄罗斯的军官已经跟他们说 我们的坦克很贵 人命都还没那么值钱 所以他们在前线 他们是肉身上去 他们等于是没有装甲车 也没有坦克车 他们就用步兵 来跟乌克兰的装甲车 战斗车还有无人机在对抗 你说在没有防护的状况下 进行战斗 所以他们就很惨啊 你看他们就说什么 我们这个沃夫昌克 沃夫昌斯克已经变成是 步兵的杀戮战场 大部分的死伤都是由俄罗斯人 就是俄罗斯人死了 那俄罗斯人只使用步兵 没有装甲车 保险在那个前线上面 无人机在上空飞 然后离人的炮火 坦克在那个地方 装甲车在那个地方 结果我是用步枪 所以当然打不赢嘛 那说到底就是因为 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防空武器 没有任何的武器 在那边做防范的时候 无人机还有包括地面上的武器 是如入无人之际 进去蹂躏 洛夫昌斯克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讲说现在 温哥兰居然已经接受到 40种不同的火炮武器 而且有10个是在2014年初 最近才进来的 那刚刚讲的 这些已经让俄罗斯 造成其大压力了 对 所以这些武器都进来的话 你看一定对俄罗斯 造成更大的杀伤力嘛 好 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 薄浮昌斯克之前不是就包围了 一个小的这个建材厂吗 然后后来不是你看 他们因为攻击到不行的时候 他们完全都是出来投降 那这个画面会越来越多出现 但是对俄罗斯 压力更大是什么地方 他们现在似乎是把全国的武力 慢慢的往这个前线调过去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芬兰 这是靠近芬兰的一个基地 那这是之前 之前你可以讲 这边都还有一些装备啊 有没有 现在这些装备全部都没了 没了 又掉到前线去了 另外这个也是一样 这里面来说我们仔细看 这边有非常多的车辆装备 现在也没了 这个这是其他的军事基地 另外一个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地方来说 过去有一些装备 现在也没了 很多边境他都把这个军队撤走了 然后物资撤走了 撤到哪里去 当然要为了乌克兰而战 所以显现打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普丁他说要去拜访这个北韩 为什么要去拜访越南 应该是他处于一个非常尴尬 好像物资不够的局面 好 宇远 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说 现在F-16什么时候进到这个战场 而且没有想到美国是说 我给你开绿灯 你现在美国的武器 北约的武器 你可以打到俄罗斯的境内 现在不是讲吗 他现在帮你给了你116架的F-16 F-16他居然 把你的飞行员都准备好了 对吧 原本俄罗斯 他已经战况非常的惨烈 就没想到现在雪上加重 为什么 当F-16准备要进入到乌尔战争战场的时候 这是俄罗斯现在最大的一个恐惧 但原本他们的恐惧还可以轻微一点 因为乌克兰可能会找不到飞行员 毕竟一个F-16的飞官 你哪有说说找就找到24架 你随便清插留步 一年就能训练吗 乌克兰只训练了20个飞行员 20个飞行员怎么够啊 根本不够吧 结果没关系 因为我们送你飞机 连飞行员都送给你 他们的计划哪来 他们现在讲不会嘛 因为全世界总有多少人高达1万人 其实会开F-16 那我们就从这种退役的军官里面 开始大量的募集 大量去找 那当然我们就用高额的奖金 高额的这种报酬 吸引他们来当佣兵嘛 所以他们就没关系 你找不到人 我们来帮你找用这种退休人员的方式 希望能够把他们重新引进来 加入这个乌尔战争战场 你知道俄罗斯下风下到什么程度吗 俄罗斯直接说 没关系我们寄出更高额的奖金 只要你不帮他开飞机 只要不帮他打仗 让我给你一百万美元 而且我还让你更好的时候 变成俄罗斯公民 不要当俄罗斯公民啊 我却一百万美元可以啦 但俄罗斯公民先不要好不好 这个条件我太高了 每一事都有事了 对吧 所以你知道俄罗斯现在害怕到什么程度 但是不只是这样 因为F-16即便说 他要侵入到整个俄罗斯的境内 甚至他的战场之内 美国得要先做一件事情 乌克兰得要先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扫除战场 我们要先把战场给清扫干净嘛 所以他们做了什么 开始大量的用无人机去轟炸 包括他们讲的 SAMS-400就这么来了 SAMS-400 甚至现在更可怕到什么地步 美国直接开绿灯说 好 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说 哈克夫这个地方呢 可以开放使用美式武器 现在的更扩大 不管是比尔哥罗德 甚至是连乌克兰他们讲 苏美这个整个以侠 网内推所有俄罗斯 就你看到整个红去的地方 我都允许你 可以使用陆军战术导弹气球 就是我们讲的 Attack 来攻击 所以他们讲第一这个范围是什么 过去的甚至是两倍之打 再来第二件事情 俄罗斯已经体无完肤了 因为以前他们打哈尔克夫打一打 打不过我就躲回去我俄罗斯境内 你也拿我没责 结果现在全方位轟炸的状况下 各位你知道惨到什么程度吗 惨到什么程度 SAMS-300 SAMS-400 是不是都快打光了 对 打了十几台了吧 结果你知道惨罗斯现在说好 我们真的没有SAMS-300 从北极圈掉 从千岛群岛掉 对对对 拔射几千公里之后 我们总不能没有防空设备吧 你从远东地区掉过来 远东地区是从北极圈 把这SAMS-300-400拿过来 因为我如果没有SAMS-300-400 虽然他真的没什么用 那我整个F16来 如入无人之境 我们根本挡都挡不住 甚至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 德国为了帮这个我们讲乌俄战场上 他甚至研发了一个叫做蓝金属的这个 我们讲无人自杀无人机 各位 他的连续发射系统 各位你现在看到这整个货柜 你知道他可以摆多少吗 他可以摆126台无人机 而且他们不会用无人机型 因为你仔细看他的 他的形状其实就像飞弹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种制空弹药 而这种制空弹药可怕在哪里 在于说他对于进程所有目标的锁定 甚至在打击 他具有这种毁灭性的破坏 因为他有两种 一个就是我可以打人 一个是我可以打双甲 但你说这个是进攻的部分吗 就是我们要彻底去摧毁相关敌机的部分 但他还有什么防守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也因应了 如果说你有所谓的无人机来进办 莱恩金属呢 他特别研发了一个叫做无人机防空系统 因为大家知道 以前我们透过这种35公里的这种炮药 当然的确可以打到一个目标 但无人机他的特性在于说他灵活 所以死角特别多 他特别就是用这种我们讲专门防伴无人机的系统 等于是我进攻可以 但是你休想打到我 所以你就知道他现在进可攻退可守 反而是俄罗斯落入一个处境是完全弹尽良绝 不知道怎么样把这样的战争给打下去 你说现在在俄罗斯战场上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因为过去两年的时间战争态是俄罗斯主攻乌克兰一直在防守 可是当美国开了绿灯说我现在北约的武器 我现在美国的武器我可以打到俄罗斯的境内的时候 你说现在整个攻守意味猪扬变色 而且刚刚讲的当我把你SAM-300SAM-400这些防空武器打掉之后 你眼睛瞎耳耳朵聋了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或者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无人机 现在西方世界的航空系长驱直入 更可怕的是F-16的中队真的来了 而且过去从2022年打到目前为止的俄乌战争 主战场就在乌克兰境内 所以是俄罗斯主攻一直攻在乌克兰里面 乌克兰是防守的一个角色 但是随着美国把很多武器 原本给你的武器明明可以打到300公里 他就给你封印住之后 现在把你打开封印之后 现在有一点点主客意味 而且攻守意味的味道 你说解封印有差这么多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境内的油端库要么就是爆炸 然后链油厂被爆炸 军工厂被爆炸 连你的军团的总部都被爆炸 请问现在不是在乌克兰境内 是在俄罗斯境内发生 而且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已经烧了三天三夜了 烧了三天三夜 现在还止不了 对 那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把这个 这个海马市300公里封印也打开 所以他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说吗 他也攻击到俄罗斯前线 百分之16的领土 但是我跟大家讲 现在未来可以提高到百分之五六十以上 为什么 因为美国说了 你看 美国说了 乌克兰可以攻击到俄罗斯 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 就是可以越过边际 去攻打俄罗斯的 任何地方你就可以打 而且刚才讲的 他虽然讲法是说 这些基地是 等于说危害到了乌克兰 是攻击乌克兰的基地 但你怎么认定 认定的权利 是给乌克兰的 对 那你想说 没有啊 当然海马斯也是只能攻击到200公里 300公里左右 但是问题是 因为F-16要来了 保险F-16来的话 他给攻击的范围是非常广 而且现在又有大批的无人机 让这个地方 无人机也可以飞越好几百公里 所以接下来或许我们会看到 更多的俄罗斯的目标 搞不好就被无人机 或者是被F-16给摧毁 那这就是有一点主客 因为过去战争都在 这个乌克兰境内 未来搞不好 打到你俄罗斯的这个境内 而且是我们看到的 现在美国在这场战争 主导上面 它是有它的节奏感 因为当我开了绿灯说 你可以去攻击俄罗斯境内 攻击的第一目标是什么 我们倒是非常惊讶 怎么SAM-300一下被端掉了 SAM-400被端掉了 短短在一个礼拜的时间 只有15套的SAM-300 SAM-400被端了 端了以后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防空系统没有了 你眼睛瞎了 以后你就发现 它现在飞行机聚集了 居然把六军团的 它的整个指挥大楼 我把你给炸了 除了炸了以后 你就看到 刚刚的列游场 刚刚的这个所谓的出油槽 我也一个一个被你炸掉 如入无人之地 那今天更夸张的 现在又传出来说 刚刚那是讲 大概是五架六架这样子 没有 这一次一口气 一两百架的无人机 刚刚先打着嘛 先打你的指挥所 先打你的列游槽 现在直接攻击你 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了 而且我们不是说吗 美国有一个所谓地狱景象 现在俄罗斯就看到地狱景象 地狱景象是说 有非常多的无人机 结果乌克兰这一次 就动用了一两百架无人机 就飞出去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 类似地狱景象 那果然对俄罗斯造成伤害 你看前几天的这个 烈油厂大火还在烧 就这几天你看 无人机来攻这个 俄国本土的这个 这个伊耶斯克的这个机场 你看这个机场 打机场了 整个着火 整个机场整个着火的这个状况 这是它的军用机场吗 没错 军用机场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无人机 又攻击了这个 俄罗斯本土的 卢克公司持有的油库 你看一直攻油库 练油厂油库练油厂 然后又打一个这个 伊林斯基的这个油库练油厂 所以我昨天不是说吗 它现在已经没有油 它还要跟白俄罗斯跟哈萨克掉 你就知道我其实已经对俄罗斯的攻击 已经造成了某一个程度的冲击了 所以你是步步金兵 伊林斯先打你的上300 400的基地 基地打完我打你的指挥所 打你的指挥所之后 我打你的烈油厂 烈油厂打完 我打你的机场了 对没错 你看我们给大家看几个地方 这个主要攻击在这几个地方 保洁一个是在坦波夫 坦波夫来说这个地方 你知道它距离乌克兰 有一千公里 一千公里 另外一个在这个阿迪格共和国这个地方 距离乌克兰也有一千公里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靠近的这个 这个黑海这个地方 这个克拉斯达诺尔这个地方 距离乌克兰六百公里 所以等于是你看 它现在无人机可以飞到一千公里的 这个地方去攻击你 所以你说到时候 事实上乌克兰的无人机实力 的确是不容小觑 所以我们常常讲虽远必租 虽远必租 现在对乌克兰来讲 真的虽远必租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攻守互换的这个概念 那除了我们就讲 刚才宝杰提到萨姆300 萨姆400 什么都被你摧毁之外 现在这个乌克兰 反正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把你的所有防空武器把你端掉 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 这个三毛矩的防空系统 这个比较短程的这个 比较旧的 对你看爆炸 爆炸是什么 这就是这个乌克兰公布 你看一个三毛矩系统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用飞弹把你击回 可能是用海马斯就把他击 用海马斯打的 对 把他打掉 所以你知道他们目前为止 就是反正先把你的所有的防空系统 我跟你讲 如果假设有一天 你所有的防空系统都被我干光的时候 请问你这个时候要怎么办 你怎么防御 你根本没办法防御 所以现在乌克兰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我先搓瞎你的眼睛 对 把你的所有眼睛都搓瞎 然后同时把你后援都完全断掉 后来接下来就可能会有 更大规模的地面反攻进行 所以说他现在连俄罗斯的三毛矩都不放过 对啊 那你知道 事实上 而且你知道 他不只是说 我要打瞎你的这个三毛矩 打瞎你的这个萨姆300 萨姆400 他还跟美国要 他现在就跟美国说 你赶快给我这个爱国者武器嘛 所以现在美国 他们不是有一个法令出来吗 就是说未来的这个 你有跟我购买这个爱国者 不好意思 台湾也可以按照规定的时间 但是其他国家全部都迪累 他说我们优先攻给这个乌克兰 所以你可见呢 乌克兰现在为止在说 不只要摧毁你的防空系统 我要加强我自己本身的防空能力 好那刚刚讲的 当然俄罗斯这么骄傲的民族 我也不可能是我就乖乖的挨打 我要做这反攻 那这个就刚刚讲的 这个就是俄罗斯反攻的一个图 就没有想到 刚刚讲到 你现在打的无人机 你打的飞弹 大部分都被乌克兰拦截掉了 对 没错 为什么乌克兰需要很多的 这个爱国者飞弹呢 甚至是一些防空系统 你看 因为俄罗斯不是省油灯 他也有这个无人机啊 也有飞弹啊 所以你看这个乌克兰的 这个空军的报导 你看这个 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俄罗斯机的 你看飞出去 飞出去有非常多 你看这个 这个所谓黄色的就是无人机 那这个红色的 就是所谓他们的飞弹 结果没想到乌克兰就说 我们知道 他们有9枚飞弹 我们拦了5枚 另外一个还有27架无人机 我们全部拦住 所以那实际上 这就是乌克兰的这个能力 那乌克兰当然是 这个目前为止 在整个防空能力上 是绝对领先 这个俄罗斯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说 接下来 最精彩的大戏 最值得台湾关注的 就是他的F16组织已经编配好了 这个编配好了 刚刚讲 本来以为说 那乌克兰没有飞行员啊 你现在116架里面 你只有20个飞行员 你怎么飞呢 搞了半天 全世界的拥兵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刚刚讲的 美国还不但附赠 送24架的F16 还附赠飞行员 没错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飞 有拿到F16100多台吗 那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乌克兰除了跟北约在训练 所谓相关的这个飞行员之外 还有他们也到美国去训练 但是美国就说 你们现在开了飞机的经验不够久 但是美国现在想到一个方法 他们要送这个 24架F16给这个乌克兰之后 他们还说 飞行员我们也送给你 附带飞行员 那你想说那飞行员从哪里来 很简单 因为保洁你知道吗 F16是几乎是有很多退役的军官 根据美国说 他们至少知道全世界 有上万名退役军官 他们飞行时数可能都非常非常多 你说在这个全世界 有至少一万名以上 懂得怎么使用F16 那你看他们有实战经验 搞不好都有实战经验 都有真的开要赞赏上面 总比这些没有开过的菜鸟要好 他就说我们帮你招募 那这24个人 或是一个中队左右人数 我们完全送到你那边去 所以保洁你知道 这个对俄罗斯就压力很大 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你可以攻击俄罗斯的 Anywhere 这个F16的范围是很宽广的 它的攻击力是很强的 所以你说我开绿灯 开绿灯不是说 我的ATSM开绿灯不是我的无人机开绿灯 我如果F16也开绿灯 那就太可怕了吧 而且它的F16现在已经标准配配 是AIM120 它的射程在120公里 对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就目前为止 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乌克兰一直要去打下 这个所谓防空飞弹 防空武器 搞不好接下来就是为了F16 能够进去里面来说 进行一个蹂躏的动作 当然现在对普丁来讲 他压力非常大 虽然他嘴巴还非常的逞强说 只要你乌克兰退出我现在的攻击区域 我们来谈和平 姿态还非常高 可是如果你真的这么有把握 你干嘛跑到北韩 你干嘛跑到了越南 而且北韩是你的小老弟 一直在你的语意之下 你怎么还跟他去谈所谓的共同合作 但妙的是 今天他跟北韩这个动作 他不得已 他要很多的弹 弹药枪炮 结果惹毛了南韩 我听你讲我才知道 南韩现在的武器都已经准备好了 对没错 南韩今天直接呛声 你这个俄罗斯敢跟北韩签 这个所谓的全面战略关系伙伴协议 我不排除直接把杀伤力的 这个等于说相关的武器 提供给乌克兰 刚刚普丁已经说了 如果南韩真的提供 那么有杀伤力的武器给乌克兰的话 那么他们即将做出 南韩所不能想象的这个相关的报复 我问你啊 对南韩来讲 他怕你吗 你都已经跟北韩搞成这个样子了 你在清晨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北韩 跟那个金正恩拥抱 还签了这个协议 我问你 南韩不跟你拼了吗 宝洁你知道南韩现在 从乌克兰战争到现在 你知道南韩的军火 已经跃升到什么样的程度吗 全世界第四个武器出口国 我问是南韩耶 全世界第四个武器出口国 而南韩一直 那么为了跟北韩的关系啊 所以呢 他一直没有提供有杀伤力的武器给乌克兰 就没想到做梦都想不到 没想到你普丁竟然直接跟北韩合作 那老子就跟你开干了 这是一场什么 这是一场南北韩的代理人的战争 代理人战争 你说北韩的武器给俄罗斯 南韩的武器要给乌克兰了 各位想不到吧 韩战期间 南韩跟北韩的战场 变成一个俄罗斯跟中共 还有跟美军的这个代理人战争嘛 就没想到事隔70年 70几年以后 变成是北朝鲜跟南韩 在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面 变成两个国家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 那谁比较厉害 各位即将揭晓 我告诉各位 不用放在这个的 不用放在真实的战场 我可以先告诉大家 乌克兰一定完全的一面倒的上风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根据估计 那么就在今天 南韩的情报部门直接公开说了 事实上为什么要签这个约 因为一个是弹劲 一个是粮绝嘛 那么俄罗斯弹劲 然后北韩粮绝嘛 所以两个人互无所需 那么提供对方要的东西 跟各位报告 全世界各国除了所谓的帕拉丁制走炮 美国帕拉丁之外呢 全世界能够做出像美国一样品质的 K9相关的制走炮 是亚洲第一个国家 就是南韩啊 世界上已经有多少国家 跟他们买这个相关的K9制走炮 不客气说本来我们也想买 但南韩不会卖嘛 我们也想买啊 你知道吗 它的K9制走炮 可以跟这个帕拉丁呢 相提并论 虽然没有像美军这么好 但问题是 它已经卖了三千辆以上给世界各国了 那么它的这个 之前北韩不是 直接发了两百发的炮弹 打向这个两韩之间的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附近的海面嘛 南韩立刻用K9制走炮 打了四百多花还击 那么它的K9制走炮之外呢 其实真正会让这个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场啊 发了弹的是什么东西啊 各位 我们常听过美国的这个飞弹 很厉害对不对 但你知不知道 比美国的后地 钻地的这个炸弹更厉害的 是南韩的玄武武的飞弹啊 还有这么厉害 打到 金正恩不是都会躲到地面下吗 它的南韩的玄武武 直接打到地面下一百多公尺 直接棒的钻地 直接进去打 你知道吗 所以你说这次普丁跑到了北韩 跟金正恩两个人拥抱 还开车 你说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没错 现在你普丁犯了一个 战术上的最大的错误就是 你竟然跑去跟北韩拥抱在一起 让美国跟韩国有了借口 我当然就吹口气 代理人战争直接在乌克兰的东部战场上 马上发现 好 宇雪 另外你也看到整个俄罗斯战场 出现一个微妙变化是 本来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布了兵 布这里以后 只要你有点风吹草 白俄罗斯可以直接非常短的距离进到了基辅 甚至我在北约附近的这些边界 包括芬兰 包括这些立陶宛这些周边国家里面 我也不有重兵 我要随时威胁 可是大家现在发现不对 你什么芬兰边界的这些兵 你现在白俄罗斯兵都慢慢撤回去 代表什么 代表你无人可用了 对没有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从开放每次武器之后 特别是在乌克兰以东的战场 包括俄罗斯的境内 原本他们是想什么 保存我们的兵力嘛 对不对 结果我们要想到的 派设了大量的 不管是陆军或者是双甲师 往前推进的同时发生一个状况 这个战术导弹一来 全部都歼灭 但各位你不要忘了 歼灭背后代表什么 大量的人力以及军力上的耗损嘛 对 上次讲的 握住昌石客一枚飞带 就把140个人给炸光了 对嘛 甚至我们讲的 他在境内也对不对 他等于是用扫麻衣的方式去清扫 所以这时候大家观察发现 不对 不只是在我们讲乌俄的战场上 原本北约俄罗斯的打算是什么 我们要部署重兵 他部署重兵他的声称是说 我们要阻止北约东扩嘛 对不对 而且各位不只是军队喔 甚至是包括他们的阵地 甚至他们的装甲师 全部是不是都部署在原本北约的 这个东部移动的位置 结果现在发现有人用卫星空派 欸不对 冷去冷空啊 人都走不去啊 包括连阵地里面原本有 他们都摆了一左右对照图 全部都空了 比如说临近北约的这些基地 包括像芬兰 包括波罗蒂海三角国 还有在白俄罗斯这个地方 赶快撤回去了 对没有错 而且不只是这样 第一个我们讲人不见了 第二个 阵地它原本应该要摆什么 比如说摆一些防空飞弹 比如说萨姆300 400 比如说摆一些战车 所以它那个阵地 其实都已经规划好了发现 欸不对 阵地还在 地的割开还在 结果人都照料料 结果他们现在根据统计 原本摆在部署在北约区域 高达80%的士兵 以及他们的装甲师 通通都已经掉走了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俄罗斯现在连北约都无力去顾及了嘛 所以你就都懂了 为什么北约现在根本就没有在管 俄罗斯的恐吓甚至恫吓什么核弹威胁 不断地把兵员往乌克兰去送 因为看到你自顾不暇了 对 因为代表我帮助乌克兰越多 你对我这边的压力就会越减轻 甚至更离谱的是什么 更离谱的是先前的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鼓 对不对 他其实有去参观到一个地方 参观这个兵工厂 就兵工厂理论赛来讲 应该是要秀肌肉 雄壮威武才对 结果没有想到他去的那个兵工厂 把那个时候发现什么 发现什么事了 大家发现 不对 对 你这个都不是俄罗斯制的 你这个有些是中国的 有些还是美国的 拼装称 你知道为什么是美国的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买不到东西 所以跑去黑市用高价偷买 你就知道现在俄罗斯 淡尽粮绝 人也没有 跟乌克兰称已经是死战欲局 好 官员 不要讲的 现在不是美国是我开绿灯 美国说 我的武器你可以打到了俄罗斯的境内 连北约 北约的态势都越来越凶 本来以为什么 北约你被最闹的本来是法国 法国之前马克文还跑去 俄罗斯听了很多像小弟一样听讯 结果现在马克文都很凶了 很凶了以后在德国 德国之前有一个最重要的兵工厂 叫莱茵金属 莱茵金属现在已经进到乌克兰了 而且莱茵金属现在 已经把很多的武器送进去了 而且它也跟乌克兰两个合制 最新型的炮弹跟战车 大家看到 这个非常恐怖 这个是他们一个新的武器 这边它可以一口气 一口气飞多少个 126架的无人机 第一这个新闻是新的 因为这个新闻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什么 欧洲陆军展 巴黎举行的欧洲陆军展 莱茵金属所展示的一款新的武器 那这个新闻是说 这个新武器好像要送到乌克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莱茵金属研制 这个所谓的拖车的发射箱 但是它里面用的无人机是谁的 是以色列的UV型公司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德国的莱茵金属制造重武器 没有问题 那以色列是研发无人机的大国 这两个国家的产品结合在一起 它的本身口碑就有保证 所以说它是一个新武器 那这个新武器 这是新武器 新武器 新武器它要把它做什么 把它送到乌克兰 那乌克兰其实 我们可以从这个图片中看 其实它就是一个标准后馈 但是这个标准后馈 20尺 20尺的里面可以塞多少无人机呢 不多 126架 其实很多 那其实它的系统组成部分 大概是42具的发射器 加上126架的无人机 同样说一个发射器 可以操控三架的无人机 而且刚才讲的 你现在126架 不是我是飞上去看的 我这个所谓的真材就在 没有 它们都可以攻击 它们都可以 刚才讲的 它们都可以作为反装甲来使用 对 没错 其实它的飞行时间 飞行时间大概滞空一个小时 那征收跟攻击的距离呢 大概60公里 其实我们要想说 它的载具是一般的货柜嘛 其实你可以想想 你去想象一个画面说 一般我们在车辆中 在宫中不是看到 这个货柜车呢 到处排跑去 如果说在恶物战场上 这个货柜车到处排来跑去 它就可以随时放飞 这是第一人 那其实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货柜叫任务货柜 那任务货柜呢 也可以摆在五轮船上面 五轮船上面做什么 就是透过五轮船 搭配这个所谓的货柜的温车机 做什么 去临近俄罗斯 不是什么黑海舰队的附近 做什么 一样放飞嘛 放飞之后 这些就好像赛哥船一样 把那个赛哥放出去之后 他们就会自动攻击 这个海面上的目标 他们有AI 他们可以自动寻标 他们可以彼此联络 他可以分进合机 对 所以其实 我们都不要小看说 他只有放在陆地上 或是说无人船这样 不是 他们升空上去之后呢 其实你透过资料件的联络 或是说非常诚实的建立 其实这些所谓的风群文集 它本身就是变成一个 互联的网络 那之前大家本来说 美国刚刚讲的帕帕罗 还有这个之前的 印太斯林多小 我现在把整个台海 变成了一个地狱警官 让你这个中国 不能越雷尺一步 他本来说你在吹牛 你根本做不到 就没有想到 刚刚接所有的倾向 现在都已经在乌克兰 做实验了 对 做实验没有错 当然是 其实这不只是 做给乌克兰看 也是做给所谓的 中国看 其实后续 其实未来战争的形态 就变成说 前面有一大批的 小型的温轮机 在冲锋陷阵 那中间有所谓的 大型的温轮机 来做操控 那最后面才是 有人战机 或有人运输机 来指挥 这一大批的 中小型温轮机 所以其实未来 的战场 空战场是 小型温轮机 在前面冲锋陷阵 它可以发动 侦查 攻击 甚至勤收 那后续呢 中间的是由中间的 大型的温轮机 来操控 因为其实 最后面 才是有人战机 来操控 那未来的战场 会是这样子 逸凤 刚刚讲的 地狱警官 那已经不是一个空谈 不是一个想象 现在没有想到 地狱警官 很多的东西 都已经在乌克兰 进行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 刚刚讲 现在有一个 FPV的无人机 老婆你看这画面 它就摧毁 俄罗斯的装甲车 根本是防不胜防 好 我们先来讲 这个东西 两个主角 一个是FPV的无人机 FBA无人机多少钱呢 非常便宜啊 一辆只要500块美金啊 可是呢 它打掉的是 俄军的BRDM2 BRDM2 你不要看它 以为它笨笨的哦 其实它研发非常久 结果被一台500块无人机 找到了 找到之后呢 竟然连续两发 把它开甲之后 又打了进去 车上四个人 包括炮手 包括全部都死了 那这个状况出来之后 大家吓到了 天啊 我的一辆 这个装甲车 我可以跑到 时速110公里的 一个装甲车 竟然被你个500块的 无人机两架 第一个打开之后 第一个 第二个竟然从一个路径 从那个洞 又杀了进去 所以就整个炸开 炸开之后呢 还触发了 它里面的弹药 持续的一个爆炸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无人机的使用 已经出神入化 而且CP值非常高 另外我们现在 在美国买到了 弹簧刀这个无人机 那当然讲 弹簧刀无人机 到底好不好 到底有没有实战经验 现在就有人 就专门访问了乌军哦 乌军真的使用过 弹簧刀的人 他说原来你知道吗 弹簧刀在乌克兰 是谁在使用 是他的国安局在使用 是他的特战部队使用 是他的军情局在使用 然后呢 他说他非常容易操作 他不到一个礼拜 你就可以学会了 好我们先来讲 弹簧刀你看 直接他单兵作战 就可以把他射出去 他可以去打装甲车 可以去打坦克车 另外来讲 大家都觉得说 标枪很厉害嘛 可是你知道 这两个的运作差在哪里吗 标枪在发射的时候 你的人员很容易受到伤害 因为他其实很弹重 对他很厚重 然后他打出去之后 虽然标枪他第一 他有分两段火炮 第一个出去之后 第二个再加压 可是你的耳朵 你的脑袋可能受伤 可是呢 你看这个弹簧刀300 600 这个东西就放在那里 跟你小时候 放鞭炮有什么两样 跟你从天保一样 放着然后就出去 他出去之后 他自己去找寻 所以呢 你说现在 自己寻标 对自己寻标 乌克兰有谁在用弹簧刀300 国安局 特战部队 军情局 使用容易吗 直接回答很容易 飞行的自动化很高 自行计算高度和入境 射手只要微调 最好的一件事情 是你打出去 他说你要快到 打到目标的时候 他知道那是目标 对 他会自动加速 对他会自动加速 而且呢更好笑的 更棒的一件事情 是说 命中率不错 有70到80% 而且这是只飞后 找到目标 如果你没有找到目标 你会怎么做 会怎么做 他会重新拉高盘旋 自己在找寻 合适的目标 然后呢 再进行打击 而且他还讲出来 你现在这个台湾刀5人机 你要多久去 他说我们的规定 适事的时候 两个礼拜 他说没有 打了那么久 一个礼拜就会用了 对 因为这个东西来讲 你送到了战场上面 一般来说的话 你没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么长的时间 你随时就要上去 而且最好的一件事情 他已经 极度自动化跟AI化了 你只要把它放飞出去 他就可以带给你惊喜 好 刚才讲的 我们现在看到俄乌 其实对台湾来讲 很有感觉 他现在用的飞机是什么 F-16 台湾用的飞机F-16 你现在未来的战争是什么 是无人的 这个所谓的无人间的战争 还有一个就是 你现在中国对于台湾的飞行器 用的是什么 是SAM-300 SAM-400 我们要突破的 也就是SAM-300 可是SAM-400 其实宝基哥一直以来 对我讲说 美军的武器到底好不好用 像刚刚这个玉峰跟大家讲 台湾当300 我可以看到有人讲说不好用啊 但是其实你看 实际在乌克兰使用的人觉得说 他第一个 他只要一个礼拜就学会 而且他还会加速 他方便操控 是不是 所以这是台湾当300 可是宝基哥你要知道 我们国防部现在 美国卖我们的 还不只是台湾刀300 还有台湾刀的那个变形 也就是Altius 600 那这个东西 宝基哥你记不记得 从2022年的2月24号 乌俄战争发生战争以后 一直 乌克兰都是在一个首饰的状态 也没有攻击到这个 这个莫斯科的 这个本土 对不对 去年的5月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跟大家解密 到底是哪一款的无人军 去攻击克里姆尼公 有没有 克里姆尼公 突然飞不来了 而且飞到他上空的时候 他没有 他在上空就爆炸了 当时其实大家去计算美军的清单 就是这款Altius 600 交给了乌克兰 就是这个画面 打包这个你看 就是Altius 就是Megatavender 我跟大家 因为讨论最多的 我不是军事专家 我也没办法跟大家解密 可是 最多人讨论就是这款 两个原因 第一个 因为刚刚讲的 唐弯刀只能飞20公里 这个东西 诶 克里姆尼公 尼乌克兰 430几公里 好那宝杰哥 我跟你讲 这个Altius 600 它可以飞多远 它可以飞445公里 刚好多10公里 而且它可以非常精准的控制 对不对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现在看它这个Altius 600 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展示画面 它在它的直升机上面 装甲车上面 你看这样一发射出去 对不对 它的距离是多少 刚刚讲 唐弯刀是20公里 这个可以到400多公里 对不对 它飞到了你 定点要攻击的地位的地方 你看 它在这边盘旋 它锁定了一个红色的位置以后 它好几台 它不是只有一台啊 三四台的Altius 600 它去找它的位置以后 它精准打击 所以它还可回修耶 那这样子的武器 唐弯刀300跟这Altius 600 美国要卖我们啦 那你就回过头来 战术上面 我们现在目前所谓的 帕帕罗他所讲的 因为美国的印太司令 帕帕罗他说 他要弄台海的无人地狱 他不是说要变成地狱啦 打成地狱 那大家那不放心 地狱警官 对 还有个无人很重要 他是台海的无人地狱 Hell's Gap 什么意思 他说呢 加起来不是只有潜艇就1000艘啦 是海下的这个无人潜艇 水面上的无人战舰 还有空中的无人机 加起来至少超过1000个 然后他有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24小时 24小时以内 你进到台海这个领域 你会收到大量的 空中的无人机 我们现在这两款嘛 每个卖给我们 水上的无人舰艇 跟水面下的无人潜艇 他就会攻击你 然后刚刚讲的那个Altius 600 台海的距离 保健哥180几公里而已 他可以飞到440 所以他要在24小时当中 他要攻击1000个目标 不管是来台海的目标 或者是在沿岸的发射的目标 我可以打到中国本土 就是他的发射的目标 要摧毁他源头打击嘛 所以24小时做这件事情 可是帕帕老师还有第二个阶段啊 第二个阶段就是48小时啊 48小时就是美军 拜登讲的嘛 我知道很多人不相信 拜登讲了六次了嘛 美军现在目前靠近台湾最近的是什么 本来就是冲绳加手纳基地 对不对 还有关岛 现在还多了菲律宾啊 菲律宾的北部旅选岛中边 他有四个基地借给美国啦 那美国跟那个就是这个菲律宾 他在联合军营的时候 他就是以这个反登陆为目标啊 他就有可能在48小时 他美军的海空的武力就会过来了嘛 所以在战略上 看起来其实你没有想打 在战术上台海的无人地狱 将可以嚇阻台海战争的发生 另外就是 美国除了对付中国以外 当然现在对付俄罗斯 对付俄罗斯很简单 就是把乌克兰本来的红灯变成绿灯 本来我卖给你的武器 只能在乌克兰境内 现在你可以打到了俄罗斯的境内 之前我们讲吧 他很多的SAM300 SAM400被打掉 很多的炼油厂被打掉 甚至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军舰被打掉 现在更夸张了 现在打到哪里 去打到了这个克里比亚 一个太空中心 他们打到太空中心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太空中心 居然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指挥中心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在乌俄战场上面 已经开始慢慢的出现了一个大型的转弯了 你觉得乌克兰现在来说的话 可以打到俄罗斯的境内之后 感觉上好像看到了胜利的输光了 我们先来看烈油厂 烈油厂不是被打掉一座 是一座 两座 三座 四座 打掉了四座烈油厂 打烈油厂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快没有钱了 俄罗斯要拿这些东西 有能源才能换钱 但是呢 这烈油厂对他们做不到 相当重要 但是呢 无人机过去之后呢 先拍完以后 拉高 打光了 然后呢 他们知道俄罗斯 现在来讲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们点线面 部队前进都没问题 但是头顶上面的无人机 打不赢乌克兰的无人机 结果呢 他们自己也弄了个无人机基地 结果他们的无人机基地 就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给炸掉了 所有的这个碉堡 所有的加固 打完之后呢 全部就没了 所以呢 你现在不只是 你头顶上乌克兰的无人机 你自己的无人机也拿不出去了 因为我们在俄罗斯在场上 知道无人机在场上非常重要 虽然法国的参谋总长讲 80%左右的无人机都被干扰掉了 可是你在这个所谓的 起习 你在做攻击的时候 我们看到无人机还是把 俄罗斯重要基地一个个毁掉 甚至连他们的苏凯507都把他给干掉了 结果 俄罗斯也要搞无人机 就我直接把你的无人机基地给干掉了 所以呢 他们现在来讲 在无人机的这个战争上面 就打不赢乌克兰了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好不容易普丁呢 卖着老脸去外面找了一些人 哎呀 你这北韩给我点弹药 他们自己的弹药库呢 竟然被锁定 被锁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画面有多夸张吗 这个薰狀云打到这样子 他的火药的当量有多大 但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 竟然没有任何的防空设施 所有的无人机竟然过去绕了一圈 好像出去玩一样 然后呢 大家拍好照之后呢 各自往后退 你一个进的 一个浪井 然后大家等着就炸掉 炸完之后这有不少画面啦 打到什么程度 我们来看一下 打完之后 从地表消失了 没了 没了 从地表消失了 工厂咧 对 工厂已经结束了 一危平地 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呢 他可以找到你 然后呢 他可以用 极大的当量把你给消灭掉 然后从这个地球上面就给消失 那你说练柔场因为跟前有关系被打掉 无人机对未来的战事有绝对关系也被打掉 战药库也都没了 那到底要怎么打 还有空中优势 而且我们这一部分讲嘛 在比尔哥罗德把六军团的指挥所给打掉 这已经很丢了 对不对 他现在又把比尔哥罗德 另外一个指挥所又干掉了 对 任何指挥所里面都有高阶的军事人员 但是这些军事人员自己都扛不住 自己的所在位置都被打掉 好 我们先来看这个画面 这个是哪里 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从2014年之后 实质上都是谁的 都是普丁的 都是俄罗斯的 但是呢 你现在看看 这个蓝色线就是它的无人机 无人机从哪里都进得去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克里米亚 你根本没有任何的防通系统 你的S300不只挡不掉 你S300被干掉了 你的S400 桑姆400 你也挡不掉 也被干掉了 然后现在来讲 一个一个一个都进来了 各可怕的画面是这里 他们把这个ATA CMS 弄了四台发射车 发射车之后呢 诶 打开了 然后就把它给炸掉 炸掉的东西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来说 这画面相当相当的惊悚 整个就把它给处理掉 但各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他们还去打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也就是现在克里米亚居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太空中心 俄罗斯的太空跟追踪通讯中心 就在哪里 就在克里米亚 而这个你想说 那就是太空吗 没有 现在如果你的洲际导弹 你很多的所谓的指挥 你很多的牵测 都跟克里米亚 这个太空通讯指挥中心有关 就没有想到 这个通讯指挥中心 也被炸掉了 对 在过去来讲的话 我要看到你才能打到你 但是呢 现在都是超市战 你现在你要你的防空系统 你的萨姆300 萨姆400 萨姆500都没有了 你这个太空中心就是你的眼睛 你可以去监控所有的航空器 对方的F16 对方的二次战机 你都可以监控 但是现在被打掉了 被打掉之后呢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就是瞎了眼睛 你瞎了眼睛 你要怎么跟人家打仗 好的 刚才讲的 现在开了绿灯之后 我刚才讲 绿灯之后直接打 现在连克里米亚 我觉得 克里米亚变成了 乌克兰攻击的重镇了 对你知道美国开了绿灯之后呢 其实以往的做法是这样子 如果乌克兰你自己要用自己的武器 打到俄罗斯境内 美国不会讲话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要用美国的武器 打到俄罗斯境内 你要美国点头的 你这一次来讲的话 他竟然打到这个克里米亚 这个地方来讲 难道不用美军帮他锁定位 当然要啊 一定要了嘛 当然这次误诈到所谓的 在沙滩上这些度假的克里米亚民众 难道这些民众 俄罗斯难道没有警告他们说 会有空袭吗 所以我觉得说这非常诡异的事情是 故意第一个 故意可能误诈一个地方 然后让这个整个地方来讲的话 陷入到一个恐慌的局面 就要讲说 这个是一个克里米亚的度假中心 这是一个海滩 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变成你的攻击目标 他们当然讲说 是因为你在空中拦截 空中拦截我是急速弹 上面就有很多的炸弹 空中爆炸才会造成损伤 你说那是算好的 那是故意的 我故意让你拦截 我故意在空中爆炸 故意造成一个损伤 我要在这里制造恐怖气氛 是啊 就告诉你说 我今天乌克兰来了 我今天乌克兰回到这个地方来了 也就告诉你说 你俄罗斯的守军 你也守不住 而当地民众会怎么想 原来俄罗斯的空军 俄罗斯的空防系统 那么的糟糕 我竟然还是被打到 所以其实这个我都认为 因为刚刚用的是ATCMS 那个东西是非常精准的 它不是随便乱来 你说随便阿猫阿狗的飞弹就算了 那是一个美军的陆基的很重要的一个飞弹 那这个东西来讲交给乌克兰 然后卫星定位是由美军来锁定 所以为什么乌克兰 俄罗斯跳出来说 你美国也要负起责任 为什么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 你的卫星定位的锁定 是由美国来操作的 怎么会是乌克兰操作呢 所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奥克里米亚只是一个点燃 它的一个战火 接下来有可能俄罗斯到处境内的一个地方 都被这个乌克兰的轰炸 而使用的是美日武器 我们来讲的非常热的状况下 到处都有起货 起货在俄罗斯有一个最诡异的地方 它在莫斯科逐渐 它怎么样 这栋大楼就突然起火了 起火了 大家一查 这里面有一家公司 是被美国点名的公司 点名的公司 这个火一遭烧的以后 竟然有造成八个人死亡 好 我们先来讲 这个地方在哪里 这个地方是在莫斯科里 俄罗斯的莫斯科州 在这地方有一栋大楼 这栋大楼今天突然发生了这个起火 然后带了爆炸 所以从远远的看 就会看到这个火星 这栋大楼 对 整个就突然这个烧起来 然后烧起来之后呢 大家会想说到底是哪边起火 结果呢 当地的消防队员说 它是每一层都起火 不是一个地方起火 然后呢 往上串烧 就是这个画面 每一层都起火 每一层都起火 然后呢 它是一个完全燃烧的状态 所以你不管要怎么用水线去喷它 都是杯水车型 因为它每一层都起火 然后大家就想说 这栋大楼到底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起火 一次还有暴躁的一个声响 因为里面有一个是普拉坦研究所 普拉坦研究所你仔细去看哦 它看起来对外面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研究所 它有很多的学者 很多的一个专家 然后呢 它做的是什么 学术的一个讨论 可是你再去勾计 它们之前做的是什么 半导底的镭射 然后还有其他的视讯 还有其他的化合物 这些东西会化合物跟什么有关系 跟炸弹 跟飞弹 都有关系 然后过去来讲的话 它是做飞弹跟做炸弹的地方 把它们变得更精细的一个地方 然后之前就被美国政府给制裁 所以如果这个研究所相关合作的厂商 是被美国实体制裁的 所以今天大家想说 怎么会突然就发生了这个爆炸 而且这个爆炸是让你无法逃生的一个爆炸 所以很多的人就发生火警之后 想要逃 发现是每一层都有火 所以每层都有火 每一层都有火 所以他们就试着怎么样 想要真的是受不了 因为在火场里面 所以又往上跑也不是 所以有些人他们就在破洞旁边挤在那个地方 然后准备云梯车问题是没有云梯车 然后因为它全面起火的情况之下 就只能怎么样 你要用直升机去灭火 但是直升机你再一趟 水下来之后 有线 有线要再去再一趟 所以大家受不了情况之下就跳了 跳了 你下面没有升起气垫 然后很多人就摔死在这里 所以这个大火造成了八个人死亡 八个人死亡里面有两个人 是因为受不了了跳楼死亡的 而且刚刚讲的这个灾难非常严重 是我们这样的不是讲说 在南韩出现了那个锂电池爆炸吗 它这里也一样 它这个爆炸威力会这么多 原因是它这里面存了很多的氧气瓶 然后这个氧气瓶居然也一个一个爆炸出来 对因为存了这个氧气瓶在这个地方 当火灾发生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想象它就是一个含氧量极致的东西 你在火灾的话它会去吸那个氧气 所以呢你有些太高温的地方的话 你氧气被吸走之后 你火是会加剧 结果呢在这个地方呢 有两千公司 它竟然都有存放这氧气瓶 就有炸下去之后呢 你又吸了这氧气的话 那火是越来越大 所以你说用直升机来救火也没有办法 好那另外就是 现在俄乌的战场 感觉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当然我们看到了俄罗斯也出了 他们一个中期炸弹 造成很大的伤亡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是越来越精准了 乌克兰的精准打击 现在竟然已经把俄罗斯第726 它是一个防空训练中心 整个给炸掉了 好防空训练中心呢 这个726防空训练中心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4月的空造图 两个建筑物都非常的完整 那重点呢是这里 重点是这个机堡 这个机堡里面放的是无人机 然后呢到6月的时候呢 这两个建筑物左边还完整 这边就发现一个状况 直接被炸光了 它是完全从地表上面移除 最后呢只剩下钢骨结构 里面的无人机都不见了 这就是现在的状况 对 而且它是干干净净的 它没有炸到旁边 它就直接把你清掉 然后重点就是说 你乌克兰到底是怎么去炸 大家都知道说 你打到这个地方 你用的就是巡翼飞弹嘛 那你没有意外巡翼飞弹 问题是什么样的巡翼飞弹呢 他们说可能是R360 就是海王星 海王星是什么飞弹 是他们乌克兰 他们自己之前研发的一个飞弹 所以算不算精准 其实没有那么精准 问题是可以飞越到300公里 400公里 你是不是西方又帮你调教了 以前我们想讲的 海王星把莫斯克号打掉的时候 它的射程大概不超过180公里 现在它的射程居然可以 从180公里到了300多公里 而且可以打这么准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你在战争的一个状况之下 二乌战争已经打了快要两年六个月了 你怎么有时间去调整你的海王星 还有是不是其他有西方国家 帮你做了这些调整 如果这个方法可有效的话 那你所有乌克兰 你自己的飞弹 自己的战机 自己的这些武装的设备 是不是都有机会 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变成说俄罗斯你根本挡不住 除了西方武器之外 连他们自己污染的武器 都可以升级了 我们看到当俄罗斯 一直不断被攻击的时候 刚刚讲你的炼油场 你的炼油潮 除油潮 这些很多 连你的什么无人机的训练中心 都被炸了以后 他居然把他一个所谓的大杀器 FAB3000给丢出来 这个杀伤力非常大嘛 对 没错 那么最主要俄罗斯是要报复 乌克兰用美国所提供的 这个联合直接攻击飞弹 联合直接攻击飞弹 炸下去了以后 整个蘑菇云都上来嘛 那造成很大的伤亡嘛 那么这个FAB3000啊 各位它有一个称号叫超级炸弹 为什么呢 它丢下来的时候呢 最明显的就是 会在这个地方造成一个很大的爆炸 那个爆炸弄起来就像一个 这个蘑菇云 你各位不要小看那个爆炸 这个爆炸威力有多大 那么它的威力可以在这个地方造成 那么大概半斤230公尺 大概直径500公尺大的伤亡 整个炮弹炸开 因为它的炮弹大概有三公吨这么大 三公吨这么重 所以它爆炸了以后呢 这230公尺半径里面的人 非死即伤 所以很难留有火口 很难逃过一劫啊 这就是这个为什么俄罗斯故意 已经连丢了三次这个 等于说FAB3000 那么故意要动磕乌克兰的最主要原因 有用吗 我觉得没什么用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也丢了一些炸弹之母啊 等等飞弹 但是它会让美国更早的借口 提供更先进的这个炸弹 威力更大的 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呢 给乌克兰 那么加以报复 刚才讲的 现在乌克兰的状况 感觉上又更紧张了吧 因为我现在已经开了绿灯 让你可以打到了俄罗斯的境内之后 现在我第一个 我是精准打击 但是俄罗斯更可怕 俄罗斯干脆 我就用最凶材的FAB3000 这个东西是用滑翔翼的 这个地方打得不是很准 可是它的杀伤力非常可怕 难道现在在这个地方 又有一个更可怕 更激烈的战争 正在发生当中吗 对我们看到乌克兰 其实也不是省油的灯 其实我们知道 以前乌克兰就是在前苏联的 一个重要的军火中心 不是吗 所以你看到 它其实海王星 记不记得 当时打击成莫斯科号的 就是谁 海王星 所以后来他们把这个所谓的 用在对舰的海王星呢 把它弄在 用陆基的 可以对上陆地上的 这样的海王星 所以增加了它的射程 这几天 这几个月来讲的话 都已经有消息传出来说 乌克兰不是只有拿美国武器而已 乌克兰自己把自己 过往的一些武器 来做一些研发 来做一些真诚 那这种做法就是说 你如果美国不帮我的话 因为你知道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需要靠美国的卫星定位 它有办法做 但是我自己的海王星 我可以自己打到俄罗斯本土 为什么不打呢 所以其实现在 就是乌克兰在做反击 当然我们知道说 俄罗斯现在所欠缺的就是什么 就是炮弹嘛 所以它才会去跟北韩要炮弹嘛 那现在来讲的话 用这种非传统的一些方法 或是用一些其他的 奇奇怪怪的武器 来对付乌克兰 那也可以说明一件事情 其实俄罗斯 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招了 那就要讲到的 这次在勇敢之队军演里面 大家非常亮眼的就是 两枚 有人讲 就只有一枚PRSM的飞弹 而且是在千里之外 竟然打中了1.6万吨 就直接把它给集成了 我们讲PRSM就是吧 它是ATSM的升级版 那现在ATSM已经在哪里 已经在俄罗斯跟 俄罗斯乌俄战争上面 已经建光了 它现在根本就是 把这个雷达战打掉 把这个雷达战打掉之后 刚刚讲 现在已经雷达战 把你眼睛耳朵打掉之后 已经攻击了5艘战舰了 老杰哥你在看这个乌俄战争的过程当中 有几个点 我要跟观众朋友报告 就是说美国的介入越来越深 来我给你看一下 因为这是美国的ATACMS的飞弹 它打到哪里 俄罗斯其实是克里米亚 所以它在海边 它打过来以后 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给拦截了以后 你现在这个画面 因为等一下我请导播给大家听那个声音 因为这个是箭刺器画面 你看到有没有 整个海面上刚刚没有 全部它的碎片掉下来 因为被它的防空系统给拦截了 这是美国的武器被俄罗斯打到 可是这个水面上怎么就像面状一样 一个等于说面状的整个爆炸 对 因为这个美国的武器 乌克兰打向俄罗斯 俄罗斯把它拦截以后 把这个你要知道 我现在看起来的画面 就是一个在海滩的一个监视机画面 有五个人死亡 就光是这一个爆炸就有五个人死亡 它把飞弹拦截下来 它整个掉下来 所以整个海边上全部都是 那等一下我给你看另外一个角度 那个角度是从这个 它的旁边的餐厅里面 就听到那个声音 像是在旁边旁边 就这个角度 你就可以听到 你听到声音 旁边炮一下 因为它空中拦截住了以后 然后大家本来在吃饭 就听到声音以后全部握倒 因为突然会出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乌克兰使用美国的武器打俄罗斯 那你打俄罗斯以后 现在已经死了这么多人 因为本来都是俄罗斯来打乌克兰 所以你说用这个ATSM的弹头 它是极速弹 极速弹了以后 它的弹头很多 所以我们才看到 它这个水花四射 对 即使它被拦截成功了 它掉下来还是造成了5个人死亡 而且保洁哥 它是在海面上 如果它今天是掉在一个市场或市集 或是住宅区的时候 那可能是500个人死亡 我讲这个极速弹已经讲很久了 你能看到这个极速弹的威力这么大 所以当这个美国的武器 已经被乌克兰拿来使用的时候 俄罗斯现在目前面对的跟 以往它一开始 普丁他认为说可以在 可能一个月里面或几周以内结束战争 跟状况完全不一样 刚保洁哥讲的那个 数位的中细战的通讯系统 以往在刚开战的前面一年半 乌克兰完全没有办法反制 也没有办法打到这个俄罗斯的境内 可是现在从刚刚的海滩 所使用的美国的武器 还有相关的这些设备 都已经因为大量的进入之后呢 俄罗斯感觉到被乌克兰给反击 而且打到俄罗斯的境内了 就如同这一次这个 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这个海滩 他被这个俄罗斯 他俄罗斯在 那个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岛的这个海滩 而乌克兰就使用美元 这个武器 包括Attackens Attackens他这个已经装上了这个急速弹 那里面的这个急速弹的功能 他就可以大规模的对于这个目标做杀 这个杀伤 可是因为他目前放到这个 你看的是俄罗斯的这个 掌控的克里米亚这个海滩 因为大部分是平民老百姓在那边 所以你看到这个杀伤面积很广泛 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这个就是ATSM的这个所谓的弹头 弹头上面是急速弹 他在空中爆炸的时候 就看到是弹如雨下 他的弹体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型的 这个微量的这个子弹头 那当这个整个飞弹爆开来之后呢 他里面的这个子弹头 他会设计成40到50% 也就是将近一半可能不会及时爆炸 要碰撞 或是你接触到的时候才会爆炸 所以当他散开来之后 你看他会在海面上 好像在放鞭炮一样 或者是在击中某一个目标城市的时候 他的屋顶上全部都爆炸 如同刚刚在沙滩上 也会掉在沙滩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边 有上百个人 一百多个人受伤 五个人死亡 就是他在掉在沙滩上的时候 我那时候看到那个X这个平台上面 网路上还有画面 就是有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在克里米亚当地度假 海滩度假的这个民众 他跑到了那个 他的可能是指挥的这个楼梯 就被炸弹炸到了 然后他不然消失了 还是说掉下来 整个就爆炸 所以那个死伤是非常的惨重 而且现在更夸张的是 现在ATSM或者这个PRSM 他这个弹头 这个弹头前面 还可以装弹簧刀无人机 所以弹簧刀的话 就是跟我们国军之前 想要买的这个弹簧刀 它是一种回荡弹药 发射出去之后呢 它就是射后 射后就不可能再回收的 那对于这个敌方的这个装甲 或者是他的一个坦克车的话 具有一定的这个上乱 因为它会从高空往下 变成好像神风特攻 对自杀式的这个攻击 那刚刚讲说Attackers 或者是像刚刚讲的PRSM的这种 它的一个飞弹的弹药 它后面装上了这个弹簧刀的这个无人机 其实就是一种回荡弹药 通常可以至少装一具到两具以上 对敌人才会有 你弹簧补偿黄雀债后 飞弹打下来 你以为你躲过了 下面还有一个无人机 再补一下 刚刚可能没击中你的这个风险 另外在欧布战场上 大家非常好奇是中国跟俄罗斯到底怎么了 现在中国银行居然停止在俄罗斯的金融业务 对你知道其实中国银行在俄罗斯境内来讲 算是第二大的外商银行 但是问题是什么 现在美国扎在6月12号 财政部公布了这个俄罗斯的二级的制裁的一个项目 结果中国银行赶快收手 他们赶快不赶去承接什么 就是人民币跟卢布之间的一个兑换业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怕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被美国制裁 而且甚至于被美国踢出 这时候对中国的所有银行体系来讲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灾难性的一个后果 所以你知道这个中国银行对吗 不是有底气跟美国那边竞争吗 本来人民币不是说要国际化吗 那这时候呢 竟然因为美国开始要制裁俄罗斯境内的 二级制裁的情况之下 你就赶快收手赶快跑了 那时候呢 你把这个普丁当什么 普丁不是跟你是兄弟吗 结果你最扎扎实的 我们不是说钱在哪里 心旧在哪里吗 大难来时各自飞 是啊大难来时各自飞 那你习近平跟普丁之间的拥抱的概念 就是什么概念啊 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次你知道 普丁到了北韩 到了这个越南的时候 其实普丁心中还是有维持的 中国到底你是搞什么鬼 你一回要听美国的 一回又想要跟我这个友好 所以其实两边之间还是有防范之期的 从中国银行在莫斯科的这个业务来讲的话 目前是收手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看出两国之间是有很多奇异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